《汉代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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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地说 它大概有三个方面 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所谓的楚歌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乐府 第三个是所谓的古诗 如果汉代的文学 我们先说了 当然如果要三分的话 当然是我们前面讲了 散文 汉复和诗歌 诗歌里面如果要讲 像是楚歌 乐府和古诗 我们汉复其实前面也提到了 汉复的渊源 我们追溯上去的时候 是可以追溯到所谓的楚诗 实际上整个汉代的文化 汉代的文学 受到楚 文化的影响是非常之深刻的 楚文化的影响非常深刻的 所以从所谓《楚歌》 《诗歌》这个角度来讲 《楚歌》实际上也是深受《楚文化》 或者说也不叫深受《楚文化》 就是《楚文化》 发展下来的 一脉相承的 这样的一种 当时一种诗歌样式 这一点以前 我觉得重视的不够 当然作品也不是那么多 保存下来不是那么多 但是这个我们还是要 从《诗歌》史的发展脉络上来讲 这个要给予充分的注意 所以我觉得鲁迅先生 那个时候在厦门大学上 《中国文学史》 编过一个《汉文学史纲要》 《汉文学史纲要》 《汉文学史纲要》 那是一个非常简要的一个纲 但那里面有很多 确实很多的 很有意思的这个见解 它里面 它专门就列了一篇 叫做《汉宫之楚生》 宫殿的宫 叫《汉宫之楚生》 那一篇很简短 但是它讲的实际上就是 这个所谓楚歌的这样一个传统 楚歌的一项传统 就是我们现在看《汉初》 现在留下来的大部分的 所谓诗歌作品 确实都是这样楚风的 楚风的 都可以讲是这种楚歌 是楚歌 那么是什么样的作品呢 比如说你就看 项羽的该下歌 刘邦的大风歌 当然后来这个就是 汉武故事里边所记载的 汉武帝的那个秋风词 当然汉武故事 因为它这个时代比较晚 有些人认为 这个到底是不是汉武帝的 或者汉武帝那个时代的 有疑问 但是呢 你可以看作就是说 其码风格是非常之像的 然后比如说正史里边记载的 就是李林和书武 李林书武两个就是要分手 我上次讲到汉书 我们读汉书 那个 汉书有一些整体来讲 不及这个史记那么生动 但是呢 那个写这个书武李林那个转制 这样是非常好的 它里面写到就是说 这个李林和书武要告别的时候 这个此生唱的那个 那个那个就是一个楚歌体 就是一个楚歌体 也是一个楚歌体 所以这一系列的作品 你们可以再去看 我这个大概十年前 我让一个学生 一个硕士生做过一个论文 硕士论文 他做的就是汉代的这个楚歌 实际上是很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作品 如果简单的话 就可以看一下鲁兴 鲁兴的那个 这个汉文学史刚要里面 汉公子楚生就提到 那么这个为什么值得注意重要呢 就一方面 从文学史的发展来讲 它是成绩的前代来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到 文学史史前后的发展 那么你比如说 我们前面讲到这个文章 对不对 讲到史记 讲到政论文 我就提到实际上是 战国时代 那个所谓历史和现实反思的延续 汉副它的源头也会推到 之前的楚字家战国策 包括荀子的副片 也可以推上去 那么楚歌诗歌上也是这一点 就是这个 楚歌实际上是这个 之前这个楚文化发展下来 楚文化当中这个诗歌传统 发展下来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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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脉吧 是这样的一脉 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点 就是楚歌在文学上 它也是有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意义的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特别是汉代初期的时候 那个表达个人 在特定情境下的感受的 最主要的一种 运文的样式 就是楚歌 就是楚歌 大部分都是这样 因为早期的时候 没有诗啊 那时候五颜诗 没有五颜诗啊 对不对 也没有什么其他 你看都是这个 都是这样的作品 都是这样的作品 基本上都是 我觉得这个楚歌是 汉代 西汉 前期 当然也延续到后来 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就是表达个人 在特定情境下 那种所改 所思的一种 最主要的一种 运文形式 基本上这样 而且呢 你可以看它整个来讲 篇幅都不长 都比较短 都比较短 那个 而且呢 你所有的作品 你可以看它都是有 场景性的 都是在一个史书里记载 比如说 该下歌是在什么时候唱的 对吧 那个霸王别姬的时候 这个唱的 这个刘邦什么大风 大风歌 大风歌是平定 那个叛乱之后 回到他沛县 回到他的家乡 沛 和他的家乡父老 一起唱的 和他那个 当然还父老子弟 一起唱的 李玲是在告别树五 李玲在告别树五 树五要回 回回回回回故乡了 这个时候他唱的 他都有具体的这个场景 就非常类似于我们后面所理解的 比如我们现在读唐诗 这首是什么时候写的 他到哪里去游历的时候写的 或者说他跟谁告别的时候写的 如何如何 他都有这样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说 这种脱口而嗑的楚歌 它虽然非常短小 但是有一点 它很有意思的 就是说它这个 这个大部分都是表达的一种悲哀的一种情绪 悲伤之情 大部分表达的是悲伤之情 你可以看 从这个刘邦 项羽 这个李玲 这个汉武帝 这些作品实际上都是 都是表达的这种悲哀的情调 悲哀的情调 这个是非常普遍的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 所以这是一个楚歌的一个传统 这是可能是第一个 楚歌的传统 第二个呢 我们会提这个岳辅 岳辅 我们讲到汉代的词歌 必定要讲到岳辅 那岳辅这个名词呢 也相当的复杂 其实相当的复杂 首先这个岳辅这个词呢 它最初实际上可以讲是一个机构 它并不是一个尸体 是一个机构的一个名称 是一个机构的名称 汉代那个时候我们知道 它实际上是有不同的官署 来管理那个音乐的 做古代的时候大家知道 这个《诗三百篇诗经》 所有这个都是所谓的文 所谓的艺术 所谓的音乐 都是汉代 都是所谓 诗经就是这个礼乐文化的一个部分 它是在礼乐文化当中存在的 那么汉代呢 实际上有不同的这个官署来管理的 它专门有一些呢 是专门管那个 这个郊庙啊 朝会啊 这些贵族的音乐啊 特定的这些场合的那些音乐 另外呢 它设了这个乐府 乐府的这个官署 乐府官署是干什么呢 它实际上就是到民间去掌握 收集民间的这个歌词啊 音乐啊 是这样的一个机构啊 这个机构的历史可能更长久 因为我们在考古发掘里 可以知道大概在秦代 就已经有这样这个所谓乐府的机构了 但是具体的情况呢 我们不是太清楚 我们现在比较明确的是 汉代啊 特别是汉武帝以后的这个 这个乐府的这个状况 乐府的这个状况 那么 所以它一开始这个乐府的名称啊 它名义上呢 实际上是有一个 从一个一个官署到一个到一个诗类的这样一个过程啊 到一个诗类的过程啊 后来呢这个乐府就变成了这个一种这个呃 一种诗歌的一种类型 当然在汉代最主要的实际上是指 乐府基本上是指 可以入乐的 可以是入乐歌唱的这些 这些诗啊 这些诗啊 我们现在看到的当然都是文字 但当时所谓的乐府诗都是可以入乐的 呃 它相当有一部分呢 相当一部分是从民间采集来的 因为汉武席的时候大规模的到 那个各地去采集这个民歌啊 采集这个民间的这个歌谣啊 然后来进行修饰 所以这个过程呢 我上次讲诗经的时候 或者好像提到过 就是有些学者是不认为诗经这个那个时代 就是先行那个时代有所谓采诗这一说的 他不太承认有所谓采诗这一说啊 那个这个采诗说是怎么来的 他认为就是汉代的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 所有关于诗经所谓采诗的说法都是汉代的 没有一个是先秦时代的 其他所谓的献诗啊 这些作诗啊 这些都有的 那个烈士啊 这些都有 但是没有没有采诗的 所以是认为是这个 但是汉代毫无疑问 我们这个不讲诗经的事情啊 就是说 汉代这个采诗制度是非常明确 是有这样一种采诗的 那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呢 他从民间收集了 然后再进行调整整齐 跟那个诗经啊 早期的诗经好像有一点这个类似性的 有一点相关性 所以当时那个余冠英啊 余冠英听啊 袁冠英先生是这个 他都研究过 研究诗经啊 研究乐府啊 都有很多那个六朝的诗歌啊 他自己做过诗经的选 那是比较不错的 这个初步的这个选本 就初步的这个读本 那个诗经选啊 做过也做过乐府诗选 也做过这些这些作品 余冠英先生他就谈到过一个说法 他说是什么呢 他说实际上这个诗 当然是指诗三百 诗经啊 诗是汉之前的乐府 乐府呢 汉天的乐府是周 就是周后的诗 诗和乐府之间实际上是一个 或者我们讲的诗经或者诗三百 和这个乐府诗之间实际上是一个关系 就是说诗经可以讲就是先秦时代的那个乐府诗 乐府可以讲是汉代的这个诗三百 是这样的一个 他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我觉得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是 体现了这个所谓汉代的乐府诗和早期的那个诗经的相关性 类似性 可以这样讲 那么 但是乐府这个名词呢 其实不仅是我们讲的就是入乐的这个歌 汉代怎么讲 到后来就不断在用 而且呢不断的这个扩展 你比如说到后来的词 也叫乐府 比如说东坡 舒适的叫东坡乐府 对不对 乐府 然后后来呢到曲 圆曲 圆的那个圆曲 这个山曲里面也可以叫这个乐府 比如说那个圆代很有名的张可九 张可九 张可九他叫小三乐府 他叫乐府 所以他可以叫做当时的所谓的诗 也可以到甚至到后来的这个 词 甚至到曲 对不对 都可以 但有一点是共通的 就是他们都是什么 入乐的 都是入乐的 所以乐府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讲了就是汉代的这个乐府 从诗经一直到汉代的乐府 一直到后面 他一座这个词 一座曲的这个名称 这一路下来就是可以讲他都是入乐的 所以乐府基本上他可以讲 他是一种音乐文学 他是一种音乐文学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非常重要的一点 他是个音乐的文学 然后当然我们下面会提到 就是说音乐文学以后 他脱离音乐以后 他不再入乐唱之后 就是所谓的古诗 就是所谓古诗 就是图诵 就是脱离音乐以后是诵读的 那个就是古诗了 是这个 所以他这个音乐文学 这是第一个要说的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 是这个乐府的分类 乐府的分类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分类 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最完整的 当然也是后代的比较分类 是乐府诗诗 这个有很多分 他分的非常多的类别 我就是简单说一些比较很多类了 他是这个 我这里简单举一点 跟我们这个作品 可能大家熟悉的一些作品 多少有一些关系的一些类别 比如说他里边要分 他里边就有这个 就要不要有个词 大家记住啊 他这个所谓的词 都是乐的那个词 都是文字了 不再是这个 因为原来实际上都是可以唱 它是结合在一起 我想音乐文学结合在一起 第一位是音乐 第二才是文字 这个大家实际上都可以理解的 所以比如说他有焦妙歌词 这个焦妙歌词是干什么呢 焦妙歌词主要是那些 这些所谓焦妙就是智识的 智识天地啊 智识祖先啊 这些啊 这些乐曲啊 这些乐曲 某种程度上 如果照余观音先生的讲法 我们要跟诗经来做比对的话呢 那是什么呢 恐怕就是像诗经里边的那些诵 那些诵 诵是这个有关系啊 智识祖先 智识神灵的 那 那么这些作品呢 有不少呢 实际上是有一定身份 比如说这些宫廷文人来进行创作 比如说司马相吴 那个史书上都有记得 就司马相吴做过这样的焦妙歌词啊 这个焦妙 焦世歌啊 做过这些焦世歌 所以有这样的作品在里边 那么还有呢 比如说像这个 鼓吹曲词 我这里只是举例啊 鼓吹曲词 鼓吹曲词是干什么 鼓吹曲词可以讲你鼓吹鼓吹 我们知道这个是可以是吹打乐 吹打乐 这个恐怕有古典啊 有有古的啊 有古典的 那所以呢 后来这个有些人说这个就是 就是君乐啊 这种君乐 它声调比较雄壮 这个 呃 那个情绪可能也比较激烈啊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个很久 我们是汉代的那个有名的那个琴诗啊 这个上耶 哈哈 那个就是 它是在这个 龟就龟在这个 鼓吹曲词里的啊 嗯 非常激烈啊 这个天地和乃看于君节 是这个 是这样的啊 那比如说还有那个 那个香鹤歌词啊 它都是都是词啊 都是指这个 原来都是和乐 现在都是文词 香鹤歌词 香鹤歌词呢 那可能就是原来这个管弦焦鹤的啊 管弦焦鹤的啊 比较轻松 比较轻松的 比较轻松的 娱乐性的啊 娱乐性的 那个很多是所谓 这在香鹤歌词里面 也不少是民间的作品 比如说我们都非常熟悉的那个 那个汉代的一副就是 莫尚商 莫尚商 那我们讲汉代 那我指一些这个汉代的名片 莫尚商就属于这个香鹤歌词的 还有一些呢 它叫这个 杂曲歌词 当然还有很多 这个杂曲歌词 杂曲歌词恐怕就是 不知它所属的乐类了 甚至我觉得 可能有的就是没法唱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 那个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 就收在这个杂曲歌词里面 收在杂曲歌词里面 那么长 恐怕是唱不了的 所以呢 这个大概是 还有很多了 很多的这个分类 我这只是举几个作品 可能你可以想起来 比如莫尚商 尚叶 对不对 这些它归属于哪个类别 孔雀东南飞 举一些例子 那么这个 所以这个很显然就可以看到 岳府是一种 是一种音乐文学 是一种音乐文学 岳府是入岳的这个诗 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词 我们只是看到词 我们看到所谓的诗 就是这些当时的这些诗 所以这些曲调已经失传了 所以我们在现在我们的情况之下 我们如果光看这个文字 其实有的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汉代的岳府 有些我们是读起来是很麻烦的 是读不太明白的 那么就会 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 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个原来是音乐 它是配合音乐的 所以造成这些问题 比如音乐里面 它有的时候 你看那个文本里面 它有一些秤字 它有一些秤字 这个秤字 你一定 你要是不理解它那个音乐 你去追究 这是什么意思 多这个词 多这个道理 它实际上就是 从音乐角度就非常好理解了 那这些秤字 未必有非常特别实在的意义 你从唱的角度就可以去理解 否则你 你没有 没有意识到这个背景 读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奇怪 比如说有所思 有所思 有所思 当时也是 有所思在音 也是在鼓吹曲子里的吧 它里面就有一个 这个 叫什么 鸡鸣狗肺 凶少当之之 然后这个叫什么 非呼吸 秋风 素素 如何如何 当中这个词 你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然后有的时候 因为要配合音乐的需要 它就要加一些句子在里面 因为它这个音乐 比如说有一定的长度 那这个歌词不够 不够怎么办 它就要把它撑长 或者用别的地方借几句句句子来 所以借进来的那个句子 它是一句话 但是你看的时候就觉得前言不搭后语 前言不搭后语 那有些人这个理解呢 说认为是当时 如果你不考虑音乐背景 有人认为这个是传操 传操失误或者传操这个错字 把这个另外做过来 但你从音乐上来讲 有的时候它就是拉一句过来 这个你说特别有什么道理 它这个显得前言不搭后语 有的时候一些句子会一再的出现 比如说那个清清河畔草 清清河畔草这个就在不同的诗里面都出现了 不是说不能用 不是说只有一首诗能用 那别的就不能用 它都可以用 清清河畔草绵绵思远道 它都会出现 所以我们都从音乐角度去理解 这些问题就比较好认识了 然后我想来看一下这个乐斧师的这个艺术 乐斧师呢 当然前面提到过 像有这个司马相儒 也会有司马相儒这样的这个交饰歌 这样的文人的作品 但是呢 也相当一部分是这样是民间的作品 那我们现在文学史上所观察的那些很多精彩的实际上是在民间这一方面 那这个 这个 这些民间的这些所谓乐 我们或者说的就是所谓乐斧民歌 它对于现实生活的 它有非常具体和质朴的这个表现 这种质朴和具体性是民间文学的一个特点 是民间文学的特质 这些东西跟诗经可以讲是一脉相承的 那 乐斧当中有不少的作品实际上是非常原生态的 非常原生态的 这个 它里边写写到很多 比如说它这个 它有那个现实的表现 它写到那个生活的那个贫困 对现实的表现 我觉得是比较直接的 而且是比较质朴的这种表现 这是第一个想提到的 第二个呢是这样 特别要提到的是 是五言诗的那个实践 是五言诗的实践 五言诗就乐斧诗在诗歌历史上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绩 就是丰富了这个五言诗的那个创作经验 因为它是音乐文学 当然这个乐斧诗有不少是眨眼的 它句实并不整齐 句实并不整齐 但是呢总体来讲呢 它整个一个趋向是清楚的 就是趋向于这个五言 趋向于五言 所以这样一种这个五言的一种写作经验 实际上在乐斧当中实际上是 是得到了这个这个锻炼的 得到了锻炼的 所以这样子到了这个东汉 东汉后来就是有古诗 有很多这个古诗的形式 那这样子建立起来 第三个呢 汉代乐斧诗里面特别注意的一点 就是所谓的叙诗的发展 叙诗的发展 这个诗经当中 已经有一些叙诗类型的诗 有一些叙诗类型的诗 但是汉代乐斧是 汉代乐斧当中的叙诗是要更加这个成熟 它这个叙诗就比较清楚 结构相当的完整 比如说像它那个十五重军行 十五重军行 他这样十五重军行 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呢 就是因为你十五重军行 如果比较这个诗经的那个彩薇那一篇 这个汉代乐斧 汉代乐斧 汉代乐斧 他那个感 那首作品呢 基本上你不能不能 他有叙诗的因素 但不能讲是叙诗性的 他基本上还是抒情性 对不对 而且他是在一个 他是用这个 他是把这个事件的一个始末 和主观感受 两方面当然都涉及到了 但是呢十五重军行 实际上是从 汉代乐斧 汉代乐斧 当然他不是下雪天 他是那个 那个是这样 汉代乐斧 汉代乐斧 今我来是鱼血肥肥 然后再客再鸡如痕 他是那样一个场景 但是他实际上就是把 他归来以后 做了一个非常指示的这个刻画 他讲十五重军 曾八十始得归 道坟乡里人 家中有阿隋 家里还有谁 遥看四军家 松柏总擂擂 你看这是 房子都没有了 那个松树百树 这个坟头 兔宠狗斗入 智宠梁尚飞 中亭生铝骨 井上生铝葵 他这个家里的一片破败 这个各种各样杂物重生 这个冲骨持坐饭 采根持坐根 这个根范一时熟 不知一阿随 出门东向看 泪落沾我衣 他实际上是把那个归来的那一个 这么一个 原来那个比较简单 只是一个抒发 就是看到了一个景物 这个是浴血飞飞景物 然后有他情感的抒发 他是把那个具体归来以后的那些情况 做了一个叙述 他回到 看到家里是怎么样的 这个远远一看 松柏总擂擂 走近一看 这个圣吕奎 这个怎么样 然后他开始就是自己做饭 做了饭做了根 然后说他已经那么老了 家里人可能都没有了 我一个人我吃 给谁吃呢 没有人呢 这个孤独 所以他最后就是这个出门东向看 这个泪落沾我衣 所以他把那个非常细致的 具体的就把这个刻画出来了 是非常细致的这种刻画 这个场景性的这个刻画呈现出来的